《山东汉匪流黑期》 《活颜王乃辣》 而百姓口中的这位活颜王 正是山东汉匪流黑期 那么这个家伙到底都做了什么恶事 让当地百姓见了他都要逃命呢 流黑期原名刘贵藤 本是山东平一线人 父亲就是一个寻业的 家里的条件十分的差劲 直到四十岁的时候 才侥幸娶了个媳妇 这才生下这个魔王一般的流黑期 流黑期从小就不是什么好人 小时候他给地主放羊 结果这羊是越放越少 原来是他偷偷地将羊卖给了别人 回来还骗地主说羊走丢了 后来二十多岁的流黑期 就和当地的七个恶把勾结在了一起 更是一起当上了土匪 由于在八个人中他排第七 加上长了一张黑脸 因此大家都叫他流黑期 1923年的时候 流黑期他们的团伙力量 有限没法对抗官府 于是就投靠到当时势力最大的 土匪孙美瑶那里 然而孙美瑶却被官府给打死了 流黑期却成了新的土匪头子 手下一下子有了上千人 流黑期更是自封自己为流团长 流黑期这个人不仅心肠狠毒 害人的手段更是非常残忍 很多百姓都遭过他的毒手 不仅如此 他还仗着自己的势力到处糟蹋女人 只要是他攻陷的尊子 村里的女人就成了土匪们的战利品 但凡是有点姿色的女子 全都被流黑期绑上了土匪窝 做多的时候 流黑期的女人多达七十二的 不仅如此流黑期还是一个建立妄议的人 为了钱财多刺头靠军阀 1928年的时候 韩副渠将流黑期手里有股不错的事意 于是就想要收编了他 不仅给了他很多的钱财 更是提供了大量的食物 流黑期欣然接受 但是没过多久 流黑期转脸就投靠到蒋介石的怀抱 成了蒋 介石手下的铁四十 中原战争后期 沿西山渐渐处在下风 于是开始讨好流黑期 更是给他送了二百万的银元 以及很多武器 流黑期马上就投奔了阎西山 而随着阎西山的失败 流黑期又一副在张学良的身边 混成了东北军的一个旅长 韩副渠被流黑期手的团团转 气愤之下就绑了流黑期的母亲 想逼迫流黑期就范 流黑期不得不又投向了韩副渠 做了韩副渠的助手 但是流黑期依然匪性难改 多次不听韩副渠的指挥 最终还是和韩副渠反目了 韩副渠两次受到流黑期的侮辱 终于下决心要干掉这个流黑期 但是最终还是让流黑期跑掉了 后来流黑期居然投靠到日本那里 大肆的吸扰我军的部队 更是参加过镇压抗日的运动 导致我军的部队中 有上千人牺牲在流黑期手里 由于流黑期的汉奸行为 以及他的种种恶习 让百姓们十分痛恨 我军终于决定要除掉这个毒瘤 1943年 国军派部队进攻了流黑期的老巢 全奸流黑期等一栋土匪 这大恶贯满盈的活颜王 终于结束了他最恶的一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